我本人对新加坡有非常深的感情 第一年来到新加坡是2007年 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被新加坡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独特的人文气质 和在东南亚的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打动 虽然新加坡在历史上偏异于 但是对中华社会历史推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新海革命丛中山最早的捐款就来自新加坡 那么李根总统曾经说过 美国是Shining City on a hill 我认为新加坡在华人社会的地位就是Shining City on a hill 那么选择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项目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 富强老师 富强老师是我唯一一个见过的非常特殊的项目主任 那么我非常期待在他的项目里面 能够和老师和同学进行深刻的精神和灵魂的互动 那么我再讲一讲这次开学典礼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我这次开学典礼感觉最深的是 老师和同学们富有哲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发言 深深地打动我 我认为商学的商业的本质其实并不是商业 而是哲学是人文是社会 我是一个连续创业者 创业的过程就是 无断否定自己 无断挑战自己 挑战自己认知 挑战自己能力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希望在项目的过程中 能够放空自己 否定自己 不迫不力 唯有凤凰涅槃 才可以浴火成生 展示体肩 散开